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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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非凡啦 陈威廷啦 甚至魏阳 昨天获得释放的魏阳 他们都是为年底七合一选举进行暖身 他们真的是民进党的青年军吗 我们稍后连线到立法院 那么试图要连线给林非凡 那么据说林非凡跟陈威廷 那么相关的核心小组 现在正在开会当中 我们稍后要连线给他 那么在今天也出现一个 那么这是一个大家瞩目的一个场景 林永新 这是国民党荣誉党主席 连战的女儿林永新 因为现在台大政治系 正在连树江葵下台 那么要求江葵下台 丁远超在今天说 林永新为什么参与 台大政治系的一个连署呢 因为他反对暴力 情势的发展 包括服貌争议 为什么朝野之间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今天我们来宾 告诉官员朋友 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因素 好 首先为官员朋友介绍 在我们第二现场当中 那么来了几位的医师 首先为您介绍 这是太阳花医疗志工团的医师 那么黄俊伟医师 黄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黄医师您好 各位大家好 好 那么在旁边您看到 我们留这个位置 这是柳林伟医师 也是同样 这个医疗志工团的医师 柳医师也马上加入我们讨论 那么在黄医师的身旁 这是同样 在这个公正行政院当天 跟黄医师一样 人也在现场 他是台大化学系 那么硕二研究所 二年级的一个学生 郭同学 郭同学来到现场 欢迎您 郭同学 你好 大家好 是 那么在现场当中 为您邀请到这几位 特别来宾 他包括 民讲集地法院陈其迈 大家好 台南市议员王定宇 小军 大家好 前时报总编辑 小军 大家好 好 欢迎国民党集地法院蔡正元 小军好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大家好 好 财经专家 政治评论员汪洁明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马上进行连线 我们首先来看 马总统在星期间早上 10点钟所召开的 国际记者会当中 那么严厉批评学生非法 不过在今天下午 态度180度的转变 释放出善意 他说 在不预设前提之下 愿意邀请学生 进入总统府对话 我们看学生代表 他说绝对欢迎 但是就怕各谈 各个调 沦为空谈 好 终于释放出善意了 我请教齐迈 怎么看这个情势的发展 我想马总统 应该是在学生运动 一开始的时候 就应该马上立刻 跟学生对话 因为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其实都 立法院早就涌近上万的人 到立法院来陈情抗议 那最重要的一个诉求 就是希望说能够退回国贸 或者是说 相关的两岸基地 能够重新惩查 其实坦白讲 那么多的学生走上街头 有那么多的 民意支持的情况之下 那马总统先推给江一华 然后又推给 所谓的这个政报警察 我觉得坦白讲 这个是马总统的两手策略 那一方面说要跟学生谈 那另一方面 你又叫政报警察 去血腥镇压这些学生 你应该是在一个宽容 有那么多的一个学生的 情况之下 应该要立刻跟学生展开对话 那学生的要求其实不多 就是有关服务 监督条例列个法制化 那么简单一个卑微 坦白讲一个9%的一个总统 在发生那么多的一个群众运动 的这个抗争之下 那竟然在拖了八天台 为所为的出来说 要跟学生对话 坦白讲这个已经 学生对马总统 其实坦白讲已经相当的一个宽容 也展现了一个 要对谈的一个态度 所以马总统应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就立刻的跟学生 就不设前提的情况下 把这些相关的学生一个诉求 好好的做一个回应 我记得二三十年前的 也百合学院 六天这个运动就结束 为什么 这李登卫总统跟这些学生见完面 回应了学生的具体要求 这个马上就和平落幕 那更何况福茂的一个争议 从头到尾都是马总统 一人觉得一人独裁所造成的 之前的这些 这个福茂怎么签 大家都不知道 签完了现在马上 动员国民党的党籍 在立法院要求 这个立法院要买单 天底下哪有说 这种所谓的 马总统当时讲的 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结果全部都是马总统一人 在做这个所谓一人的一个决策 所以马总统今天 应该是要立刻 回应学生的一个要求 就学生所关切 全民所关切的 有关福茂的一个审查 跟台湾整个民主政治的一个运作 好好的来跟学生展开对话 那假如说虚应了事 就好像上次那个 反合的那些妈妈去 马总统召见 也找了台电 也找了这些反合妈妈 听完一句就好 那请台电回去再研究 自己就不了了之 我想马总统假如说 又虚应故事 没有具体回应 学生的一个主张 学生跟民众 绝对有更多人站出来 反对马总统一人独裁 现在的情况是 学生也希望对话 所以川普一丸 你怎么看 那重点是怎么对话 而且谈 到底要谈什么 马总统今天 这个表示愿意跟学生代表 来当面沟通对话 我想这是尊重他的这个做法 那我是觉得说 他在这个谈话里面 要很精细的去掌握这个语言 不过未来怎么发展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刚才我们同侪 陈其邁兄有提到说 签之前 大家都不晓得怎么签 真的是大家不晓得怎么签 当时我也不晓得当时是怎么签 但是我知道陈其邁兄一定知道 因为签是去年6月21号签的 在去年的5月2号 当天有开秘密会议 我据我所了解 当时有把福贸的文本给你们看过 所以在那当时情况底下 真的是比较少人知道 但是不表示没有人知道 也不表示在意党不晓得 也不表示王金平不晓得 这也是我们今天产生很多争论 再加上所谓的这个服务贸易 基本上它是有相当高的一个经贸的专列在里面 很多经贸观念要用一般的语言说给大众听 的确碰到了障碍 所以有一些有心人 就故意把它字面上扭曲 妄文解读 就产生很多的错误跟谣言 在网路上满天飞 结果我们的经济部长 不晓得这回事 我们陆委会主委 跟上任的陆委会主委 差距时代太大了 上任陆委会主委 这个赖信源 只要看到哪个地方 有人有误解不了解的话 马上去说服 马上去沟通 马上办各种活动 结果这大半年来 这个案子送进立法院 躺在那边 这个都没有办法进入实质审查 因为民进党国民党立委老师 为了承信物你吵不休 然后更重要的 外面有什么争论 奇怪我们陆委会主委 好像也没当作一回事情 没有错 尽管学生不懂 尽管学生认知是错误的 你也要去沟通 你要解释给他清楚 我们怎么可以放任台湾 台湾是什么国家 台湾是以经贸立国的国家 台湾从1621年 我们汉族的祖先 来到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靠国际贸易 荷兰南达也是靠国际贸易 当时大清帝国来台湾的时候 也是靠国际贸易 日本人更不用讲 主要当日本本岛做生意 到了后来 回归中华民国的时候 全部都是靠经贸立国 我们怎么可以看到说 让我们的大学生 我们的大学教授 经贸知识那么样的肤浅 不只是大学当局要负责 你身为经济部长 你身为什么 身为陆委会主委 怎么不趁这个机会呢 好好的宣导 让大家知道说服务贸易代表什么含义 而不是忘魂这个生意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方面 我不只是今天在这里节目讲 从一开始我都不断地批判 这陆委会主委不负责任 经济部长不负责任 你只会发个新闻稿说 小军你那个讲的错了 你那个懒人包你看错了 看错你要去跟廖小军去沟通 教他哪里是不对 这样让大家全民的经贸知识 跟所有的专业人士 所以不要差距太远 至少专业人士讲的 大家听得懂吧 这是关键 再来我知道 我必须承认我们立法院也有过偷懒 很多人都有去参加秘密会议 或者内政委员开的经贸的会议 不可否认的 我们立法院很多人 去听一听出来 左边耳朵近 右边耳朵出 所以这个东西当我看得很难过 服务其实过不过 平常心讲就有个人立场 我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损失也不会是我 损失是未来很多年轻人 要在服务业就业里面 少去很多机会 所以我看得很心疼 就跟那个许盛雄讲的 他一面讲一面哭 可是哭没用 你要站出来跟社会大众讲说 为什么需要服帽 讲得不清不楚 所以我是觉得工商界领袖 你们也有说服社会大众的责任在那一边 你们明明知道很多人 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国际贸易 都是间接的 因为国际贸易产生工作机会 那他只知道这个工作机会 他不晓得这个工作机会 是来自于经济贸易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要解释给大家听 为什么我们今天 要用橘子去换苹果 为什么我们用杯子去换碗 那这个换的过程 我们得到什么好处 比如说为什么中国大陆 不开放我们会计业 开放给我们会计业建筑业 但是我们不开放 中国大陆来台湾做会计业建筑业 问题在哪里 你要解释给大家听 不能让摇言满天飞 这是你政府的责任 我要讲一下 我们这边开放的是有建筑业 板模营造什么都有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 告诉观人朋友 我讲的是建筑设计业 刚刚郑元大哥 其实观人朋友 服貌内容绝对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们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 这些学生呢 是反服貌黑箱作业 就是说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讲 我想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被赋予说审法案 是这样子一个审法 那如果这样一个审法可以的话 那沦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大笑话 那这是我刚刚已经让您听到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他怎么说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很完整 美国之音很完整的报道 在台湾时间里头 我们看到在今天清晨 美国之音里头传达的是 台湾抗议服貌协议冲突 美国盼望和平文明讨论 他忧心的是 这是一个暴力正在登场当中 是不是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来自于华盛顿 在台湾学生因为抗议 两岸一个协议的行动 发生流血冲突 然后美国政府先期一表示 希望台湾对于这个协议的相关讨论 能够以和平与文明的方式来进行 此外呢 美国参众议员呼吁台湾政府 通过和平与非暴力 注意看 非暴力的方式来处理学生的抗争 那这是在美国国务院 第一次对于这个事情 他特别强调的是 台湾人要当家作主 要展开平和的 而且处理的过程当中 不能够有暴力来处理 那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国际间的态势是这样子 这是TVBS 那TVBS的民调里头 他进行的时间 是在昨天晚上的8点半到9点钟 他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应该要 马总统应该要跟学生对话沟通 压倒性 83认为应该要沟通 支不支持学生 持续占领立法院的抗议行动 其实这个部分过半 我还满讶异的 他支持 TVBS的民调里头 不支持38 支持有51% 应不应该退回已经签署的服务协议 要求重新谈判 压倒性的过半 63% 应该认为 应该要重启谈判 所以我想请教洪威 不好意思 等一下那个电影帮我们做补充 就是说台湾目前的形势里头 问题在哪里 从国务院的声明 从民调里头 都看出 你要公开 要透明 而且要沟通 可是问题是 现在释出善意的马总统 有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癥结性 在哪里 我先讲一下 美国国务院的那个反应 其实老讲 我从字面上 我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在批判谁 就说当然就和平的 平和的 那我看不出来批判谁 可是老实说 我不把美国人看得那么伟大 不是说 现在美国人讲什么 就是什么 老实说 我们当时在美国牛 争议的时候 他怎么不啰嗦呢 对不对 所以我基本上 美国人要讲什么 那是我们尊重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面对我们台湾 自己本身的问题 那提到这一份民调 因为T台大概在最近 非常密集的在做民调 那其中有一个 有关于服贸的争议 上个礼拜五 做出来的 有关针对于服贸 当时大概有七成的 这个受绑者 是使逐条逐项 逐条逐项审查 表决 他当时是在七成 就是要逐条逐条 来审查 但是到了昨天晚上 公布出来的事 到了变成63% 退回服贸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虽然经过江一化的去沟通 经过马总统开国际记者会 经过经济部长开记者会 可是反而对于服贸的问题 民众反而是明显支持 学生团体的一个诉求 就是说他退回委员会 也不行了 直接要退回服贸 所以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发生的一个这样的质变 是除了在学生去攻占行政院 还有经过这样的一个 就是强制驱离 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撕裂之外 还有就是民众对于服贸的问题 其实是越来越趋向于学生团体的诉求 而不是反而是 因为等于说民众没有被马总统 或者我们的经济部长说服 反而是被学生团体给说服了 所以我觉得至少这个民调 是显示出了这样子 所以同样的民调也说 马总统应该赶快去跟学生团体去沟通 那我觉得今天马总统 确实有个善意的一个回应 那这个善意的回应应不应该 我认为是应该的 而且老讲 我觉得这个态度 我会隐隐肯定 虽然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最后可能这样的会面 依然是一个政令宣导 因为可能他还是单方面的 告诉学生 说这个是多么重要 国家的竞争力 怎么样 你们要赶快回到学校 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马教授的状况 但是我认为 见面总比不见面好 对话总比不对话好 所以他必须还是要去做 这样的一个对话跟对谈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如果从现实面来说 马总统想要推动的是 服务能够赶快经过立法的通过 那可是现阶段 如果学生的运动不退场 其实服务是没有办法省下去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很多的 一个担忧 也就是说如果学生运动 他仍然僵持在那里的话 你服务很可能 也直接影响你的朝野协商 所以从现实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马总统也好 或者整个马政府也好 也不得不采取一个 一个对话的一个状况 那可是我觉得也不要 非常天真的以为说 这一次对话就天下太平 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我认为也不大可能 在一次对话里面 就完成所有的程序跟目的 那重要的还是 我觉得对于马总统 我还是呼吁 一次对话如果不成的话 二次对话 三次对话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 不仅仅只是马总统 因为马总统是有权力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服务整个的民意的趋向 学生团体是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我觉得两方 都应该用最大的诚意 都应该用最大的诚意